新增了1027例 医护已筛代格政策 最快会在今天上路 来听最新疫情的说明 社区的一个筛检站 大家可以运用 那也一定要落实 个人的一些防护的措施 每一个人做好防护措施 包括量体温 勤洗手 然后戴好口罩 符合打疫苗的时间 就赶快去打疫苗 那做好以我的一个保护措施 社区才会很安全 以上 接着记者提问 民事陈信伟提问 昨天地方及中央开会讨论的 密切接触者 包括了有同住家人 同班同学 同办公室酒工格 以及同工作场域的同事 是否由确诊者的口述来认定 那要如何落实 有关我们的疫调 还是以确诊者为核心 以它的指数为主 那我们也可以配合着 实联制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确认 那确诊者容数众多 导致疫调塞车 那匡列亲密接触者 台北市今天新增了1027例 其实北北淘三都都破千